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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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合作官们大家好 歡迎來到貝林網岸教育學院的 美幣IPA錦醬妙季 本季是我們的第59季 那最近呢 有很多人在備份這塊 備份DATA這塊 有些疑問 所以 我們再一次回到 DATA的部分 那 ACPB他主要是幫你記錄一些 Log 或者是Alan Alan 那這些資料他要存取一個 備份檔 所以這個呢有些企業 他們非常講究 這個備份 一定要存放 但是呢有許多人都會出現說 呃 作業的失誤啊 或者是說他們只有存取 all table的config backup 所以我們再次 介紹一下我們的 Agba 雖然我們之前有介紹說 用本機的方式去做 那所以我們這次著重於 大家都常常使用的 Manager上面去做的作業 好 那首先我們到 Manager上面 我們點選 Manager 那 這邊有一個維護的一個 維護內容的一個功能表 裡面有一個 那這個點選下去 我們就可以來進行 把這些備份的 備份Data的一個作業 好 那進到這個畫面 映入眼圓的是 我們有許多的類型 怎麼樣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分三大類型就是 你可以用怎麼樣根據 怎麼樣時間點去做備份的動作 那備份完之後呢 我們就會在下面 可以了解到 你有在哪一天做過 什麼樣的檔案 它都會有一個 系統給予的名稱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Single Day 就是當天 我們只做當天的備份 那當然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可以有一個 區間 那這次區間發展事情 我們都可以直接把它備份 起來 好 那 再來是 像 從我們今天 4月10幾號 開始到之前的日子 我們都把它做一個整合 那 比如說有 年月 或是單一天都有 那這些都可以做到 為什麼這邊要特別的一個一個說明呢 因為在預設的方面呢 我們是給於Single Day 就是一天 那 因為有些作業流程 對於我們 還有 時間區段可以去做選擇的部分 可能不太熟悉 所以 我這邊都遇到很多的User 就說 他們只怎麼備到一天 那 原因是因為他們直接按預設 就去做Stop 那 這樣子 當然他只備到一天 然後 再來呢 有些人不懂的說 區間的定義 或者是說 最後一個 它是 Week 是說 我是從哪裡開始計算 那 這些呢 都非常非常要注意一下 那 這邊特地強調一下 發生最多問題 就是他們直接去點選 所以他們只備份一天 導致之前的所有Data 都不見 那 這這樣子很麻煩 因為 理論上來講 如果在沒有被做備份 發生問題之後 這些資料都不不存在 好 當完成之後呢 我們可以在這邊就看到說 我們完成檔案 那 那 當然這些檔案 我們可以Export出來 那 如果你要換Major 或者是你想要另外存放別的地方 都可以用這種方式 直接 下載下 那這邊有一個建議 我們是每90天呢 去做一個 刪除的 作業 這樣才不會造成你的存放庫 有太大的空間被占用 好 那以上是委任的方式 如果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聯絡我 那也歡迎來到我們YouTube 觀看其他的影片 最後 我們不要忘記了 ARP 這個部分呢 這個活動 我們講了很久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讓我們這次 為了有一些User 他們所謂作業上的問題呢 給予一個Q&A 就像這樣子 我們可以說明 可以給予幫助 你們也相信我們 就像一個團結一樣 面對治安 跟未來的威脅 那本季呢 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